安徽降低首付比例暗含提振房地产消费 1月26日 安徽省发改委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 进一步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 其中提到引导房产、汽车、家电销售企业在春节消费旺季 通过分期免手续费、赠送抵扣券、降低首付比例、补贴置换等方式 扩大大宗商品消费 这句话被解读为安徽鼓励降低买房首付比例 更被业内认为是全国首个明确降首付比例的省份 具有很强的信号意义 在业内人士看来 此次安徽并没有明确提出降低首付比例 指的是房地产消费 很多情况下是人们期盼已久后的敏感性 所以很可能造成误读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此次提出的降低首付比例 并没有明确指出降低的绝对值 更多目的是鼓励房企进行让利 优惠促销 而不是真正让各城市降低首付比例 如果真的是降低首付比例 尤其是二套房降低首付比例 等于变相鼓励大家炒房 张波表示 这种做法不太可能 目前也没有政策明确如何操作 安徽楼市冷热不均十分明显 作为省会城市的合肥 去年12月房价环比还能上涨0.2% 但像邦步之类的城市 房价环比下跌0.2% 某品牌房企安徽区域营销负责人士告诉记者 安徽一些热门城市的在售新盘 普遍要求首付比例均超过六成 一些热门项目甚至超过八成 以合肥为例 龙湖光年 蓝城滨河湾 中郡世界城等摇号盘 由于性价比较高 非刚需首付比例始终维持在八成 一些热盘中签率普遍很低 一些刚需项目 购房者往往摇号半年也买不到一套房 一些项目通过提高首付比例 达到劝退购房人和筛选客户的目的 有些还需要动资 但从趋势来看 房价下跌已无可逆转 回顾刚过去的2021年 安徽省房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上半年成交显著放量 成交面积同比上涨20% 下半年市场转冷 成交面积持续下行 同比跌幅扩置30%以上 各城市市场分化加剧 购房者观望情绪愈加严重 根据一居研究院2021年 全国31省份房地产市场报告 2021年 安徽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为3.1% 全国排名第18位 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为-11.5% 全国排名第18位 商品房价格同比涨幅为1.0% 全国排名第12位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为9.7% 全国排名第10位 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告诉记者 此次安徽的尺度可谓相当大了 金融杠杆是撬动楼市交易的手段 也是调控工具之一 每一次楼市活跃都是从金融端放松开始的 调控自然也需要用这一抓手来实现 如果降低首付比例 楼市交易一定会活跃 楼市调控基调是房住不炒 此举有彩虹线的嫌疑 所以安徽政府呼吁降低买房首付比例 本质上是保障消费者合理的购房权益 化解市场需求结构性矛盾